大雨倾盆夜,六路人马先后赶到商家堡避雨,其中就有马行空。 马行空知道商家堡堡主人意,却不知商老太子举藏着对他最深的算计。 马行空,五十来岁,飞马镖局的总镖头,年纪虽老,身手仍是皎洁异常,仍送称号百胜神拳。 十五年前,马行空走标,在干粮道上与商剑民动手,被砍了一刀,劈了一掌,再加养了三年方得康复。 马行空自知与商剑民功夫相差太远,此仇难报,从此角足不走干粮道。 商剑民与马行空一战,虽得胜,但也受了内伤。 他回到商家堡后,商未停赴,就被对头胡一刀深夜寻上门来。 商剑民死后,寡妻商老太决议要和儿子商宝镇一起手刃仇人,日日训练商宝镇像写有胡一刀名字的木牌投掷飞镖。 商老太心伤丈夫惨死,竟迁怒于马行空,认为若不是商剑民身上有伤,绝不会撒手人寰。 马行空不知商老太对自己早存杀心,更不知自己压的镖被炎基给盯上了。 炎基本是个不会武功的爹打医生,自从得了两叶胡一刀留给儿子的,全精刀谱,学了十几招残缺不全的招式后,便干起了杀人抢劫的营生。 炎基的突然出现,让商家堡内的六路人马分成两派,田归浓郁帮炎基结标,商宝镇和大内侍卫则愿拔刀相助马行空。 一时间,双方你来我往,拳脚无眼。 平四于是趁乱赴到炎基耳边低语,你撕去的两叶拳金呢?苗大侠叫你还出来? 就这么两句话,让嚣张跋扈的炎基乖乖交还了全谱。 平四是胡家中仆,胡一刀死后,他辛苦将胡匪拉扯长大,两人对外以疏直相称。 炎基一生最是贪财,他肯服软,是因为苗仁凤也在商家堡内。 苗仁凤外号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,与胡一刀是结义兄弟。 三年前,时尽最晚,苗仁凤在漫天飞雪里就下了南岚。 南岚是千金小姐,苗仁凤虽为江湖豪杰,但两人出身悬殊,见识修养君不同,正可谓话不投机半句多。 两人结成夫妻后,南岚为苗仁凤生下了美丽娇嫩的女儿苗若兰。 一日,田归农上门拜访苗仁凤,苗仁凤不喜田归农,对他爱达不理的,招待客人的事都落到了南岚身上。 相见的第一天晚上,南岚失眠了。 他望着窗外,忍不住暗暗伤心,为什么救他的不是风流俊俏的田归农,偏生是木头一般的苗仁凤。 雨停后,人们纷纷向商家母子辞行,马行空因语言击向斗中受了重伤,对商老太留下养伤。 马行空对商老太感恩戴德,却不知商老太只是不肯假守旁人复仇而已。 商老太计划周密,没成想却出了变数,商宝正爱上了马行空的女儿马春花。 马春花是马行空的独生女,娇憨活泼,明艳动人。 商老太见儿子情根深种,便假意提亲,想等马春花嫁入商家后,在折磨的他求生,不得求死不能。 马行空隔窗听到了商老太的阴谋,赶紧让徒弟徐征和马春花定亲。 徐征生性鲁莽,脾气火爆,马春花并不爱他。 负命难为,就在马春花坐在梁亭里伤感自己的终身,就这么许给了蛮不讲理的大师兄时,花从外传出了优业的销声。 马春花被销声所有,寻音而去,见到了福康安。 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,恩玉隆后,群臣莫及,年纪轻轻就官拜兵部尚书,统领内务府大臣。 数年后,福康安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,虎匪,袁紫衣,奉天南等纷纷前往京城。 奉天南是五虎门的掌门人,为人因,致狠辣,功于心计。 他绰号南霸天,平素交捷官府,作威作福惯了。 一日,奉天南看上了邻居中阿四家的弟弟,豪夺不成,便把忠实一家老小害的个个死于非命。 虎匪路见不平,三次想杀奉天南,都遭到了袁紫衣的拦阻。 袁紫衣奉师父白晓神尼之命,从回江到中原来,为了参加大会,一路强掌门人之位。 袁紫衣,少年心性,他久闻虎匪大名,心下不服,途中数度和虎匪较量。 谁知,两人不打不相识,见面后心心相惜,情描暗拙。 胡匪久立江湖,再不是当年衣着笔漏的黄瘦小儿。 他知苗仁凤与自己父亲的死有莫大牵连,但商家宝一见,却让胡匪对神威伶俐的苗仁凤大为亲福, 之后更是为了替苗仁凤寻解药而赶赴白马寺。 胡匪在白马寺中偶遇成名宿,才知他的师父毒手药王已死。 毒手药王用毒其轨,身毁一生伤人太多,便出家做了和尚,自好吴琛。 吴琛大师死前,一下一步,药王神篇,引来了自己曾经的师弟十万琛的觊觎。 原来,十万琛为人狠毒,无恶不作,早年间就因滥用毒药害人而被逐尸门。 十五年间,武林中恩恩怨怨,清禅纠葛,所为无非名利二字。 十五年后,复仇的复仇,含冤的含冤,转眼一场空。